大家好 大家早上 Facebook 外面的朋友 先生 我們今天來看針研第25章 這張針研很精彩 今次才和我師傅說 針研最好玩的地方就是 句句都是重點 接著就找到重點 所以我們今天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沒有重點 原來又不是 待會我們一邊看下去的時候 其實我都將它分了一些段落 這個段落它有一個 焦點的 焦焦 我們先看第1節到第5節 這是第一個小焦焦 我給它提過就是 神拳對王拳 一開始它說這個是 所羅門的針研在猶大王 希西迦的人所能錄 所以你就知道希西迦 找人去整理 將它再次彈落下來 彈落下來的原因是 因為知道它很有價值 所以就將它彈落下來 我相信希西迦自己 也都在當中 再出思像 去閱讀好讓自己的國位 可以堅立 也讓自己有租王 或者租人的智慧 針研就是一種的智慧書 在這個智慧書裡面 尚長教導我們 所以這張 25張的針研應該是很有價值的 所以連王都覺得 值得把它再次抄錄下來 可能它已經延時忍久 脫皮脫骨 所以希西迦就叫人 再次把它寫好 為什麼會這麼值得呢 我們看二到五節 它說 將事情隱備乃神的榮耀 將事情擦清乃君王的榮耀 天之高地之厚 君王之心擦不厚 除去銀子的渣載 則有銀子出來 銀杖能以造器皿 除去和面前的惡人 各位就靠公義堅立 首先我給大家聽過 就是神權和王權 我們看第二節 將事情隱備乃神的榮耀 將事情擦清乃君王的榮耀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將事情隱備乃神的榮耀 隱備這個字 英文用一個字翻譯就是 就是將一些事情 將它保密起來 將一些事情 將它隱藏起來 這個是神的榮耀 意思就是 其實有些事情 是屬於神的範疇 人是無論怎樣 都沒有辦法可以插頭 人是無論怎樣 都不能夠看得清楚 但是呢 將事情擦清是君王的榮耀 但是呢 神也都會將某些事情 向君王去呈現 因為君王可以看得比眾人更加清楚 以致這個君王有榮耀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 我們不是權柄 我們是什麼時候呢 其實有時候我們不需要 去過分去猜測 究竟權秘做這件事 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有些事情呢 神不會向我們啟明的 我們就需要安心就可以了 但是呢 神呢 也都會堅立他自己所建設的 全民均和 以致到呢 這些在上位的人呢 他們看事情呢 能夠看清楚某些的東西 以致到他們得名 所以其實背後呢 是有神 神是高於一切的權秘之上 神也是人的國中將權 所以呢 其實就是告訴他們 我們不用太緊張 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是這樣的 當我們在某些位置上的時候呢 我們看的東西會闊一點 我們看的東西會深一點 我們看的東西會廣一點 你就發現呢 你的決定會很不一樣 雖然同樣都是你 但是呢 你在不同的位置上 所看的角度的確是不同的 考量的角度的確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神也都將這樣的智慧呢 給君王 但是呢 我們需要知道呢 一切呢 在一切之上呢 都是有神的 第三節呢 更加說明 天之高地之後 君王的心也差不後 這個又是有點難解 天之高地之後 英文的翻譯就會比較好一點 As heavens for height and the earth for depth so the heart of king is unstructible 意思是什麼呢 天是為了高而設立的 地是為了厚而設立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 天本來就是注定要高的 地本來就是要很厚的 地的厚也不是被人量度的 你為什麼要量地有多厚呢 對於你有什麼作用呢 是不是 所以呢 黃的心也差不後 神用這兩個比喻 告訴別人就是 根本我們不需要去測度黃的心 為什麼我們不需要去測度黃的心呢 為什麼我們不需要去測度黃的心呢 因為呢很多時候 拳柄也有另外一個名字 就是顧他不到 是不是 所以問題就是 我們根本不需要去測 我們只需要去盡我們的本分 我們只需要呢 走在神要我們所走的道路上面 我們何必要去去測度君王的心呢 我們只需要走得正 站得正 我們活在神給我們的範疇裏面的時候呢 其他的東西 神自然會去測度 那麼我們何必要去 要去 好像 好似 好像測地那樣去量度 我們的拳柄呢 這樣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會很累 我們所做的事呢 也都是沒有過效的 所以呢 根本我們不需要去測度 這兩個東西 所做出來的時候 就不是被人去測度的 所以我們也是用這樣的方式 去跟拳柄去相處就可以了 反而呢 我們去貼近他 反而呢 我們呢 去了解他 反而呢 我們去真是呢 按照神給我們的那一份 來活自己 就夠了 其他的東西不需要多做的 然後第四第五節 他說 除去銀子的測度 就有銀子出來 銀將能以造器名 除去王面前的惡人 各位就靠公義堅 這個呢 也都是對王所說的 就是說呢 我們努力呢 除去這些測度 除去呢 在王面前的惡人 這樣呢 就可以有器名出來 亦都有呢 國家呢 就可以用公義呢 來去建立 所以呢 爲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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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見敵皇面前 叫你退下 這就教我們作人要有智慧的應對 不要妄置尊大 就是不要看自己過於自己所當體 不要行屍驕傲 不要貪在上的位置 不要在大人的位置上站立 這個大人的意思就是那些有名的人 那些偉大的人 那些有明星的人 不要在他的座位上站立 你不要把自己擺在過於自己當體擺的位置上 寧可謙卑 謙卑在什麼地步呢 就是你自己站在低位 有人來說請你上來 你就有面子 強如你以為自己在那個位置 站在那裡之後 然後你這個皇下 你為什麼站在那裡 這個位置不是你的 那你就自取其用 所以我們做人做事也好 我們在一個謙卑的位置 有人請你吃飯 你不要進去的時候 就在主人家的座位上 一下子就突進去 耶穌也有說過 萬一他有個這麼尊貴的朋友來的時候 那你就很無面 因為以前的猶太人很講 這個 就是主人請吃飯 哪個坐哪個位置 你全部都是精針安排的 最尊貴的客人 就要坐在主人家的右手邊 因為主人家就會提送菜 幫他教送菜給他 所以 其實中國人都有這些講究 誰坐哪位 哪位是主品位 哪位是上位 所以這個針言都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要看自己 謙卑 我們要把自己放在一個低的位置 你把自己放在一個低的位置的時候 主人家請你上座的時候 那就很有尊榮了 如果你自己 把自己放在一個很高的位置 主人家叫你坐下去的時候 那你就很無人了 那你一切的尊榮都失去 所以其實我們尊榮與否 是看我們的心 我們越是驕傲 越是想向上爬 我們越容易失去這種尊榮 反而我們將自己放在一個低位的時候 神必定將我們高升 神必定將我們提拔 這個時候 反而這個才是人生真正的智慧 好 我們再看第八節到十二節 是不是 先拍到十節 這個 我給他的標題就是 守住口 守住明星 八到十節 他說 守住口 守住明星 什麼意思呢 首先第一 他說 不要保持出去與人爭敬 就是你不要 喜歡和人吵架 有些人喜歡了家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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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聖基督就告訴你 我們不要 就是 整天好像土壩不平 要為人 伸張些什麼 去爭取些什麼 不要去到 出去和人爭敬 免得至終被他羞辱 因為有時候 當我們這樣 衝動出去的時候 到最後 是自保活趣 到最後 被羞辱的是自己 請一時之快 是沒有意思的 請一時之快 也都不能夠 真是長久的 如果這樣到最後 被人羞辱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 怎樣行了 就是反而 你自己是站不住腳的 反而你到最後 想進退失去 到最後 你不知道可以怎樣做 你請一時之快 就是衝英雄 到最後 可能沒有了份工 可能帶來其他的後果 到最後 你要先計算 你自己的 做這些事情 那個後果 是否真的 承受得起 如果不是的話 你發現 你做完一些事情之後 到最後 你帶來 是耗悔 這些通常 是強出頭 請一時之氣的時候 都要看看自己 究竟夠不夠跟良 如果不是的話 自己會自討勃趣 如果你不需要尊重 要與他一人辯論 不可洩漏人的秘密 恐怕聽見的人麻利 你的臭命難以處理 如果你真的要尊重 你就要對準目標 你跟誰爭論 你就跟誰爭論 不要把其他人都拖下水 這樣的時候 應該是一個不自衛的 還有就是 一些人家的秘密的事情 一些只是在你和他之間的事情 就不要周圍釀出去 因為有時候 人的判斷未必是準確的 譬如我和某人有一個爭論 我和他爭論就好了 如果我將他的事情 周圍和人說 周圍和人說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道 別人是怎麼看你的 是不是 你以為你自己有理 但可能到最後 別人不覺得是你有理 你將他周圍和人說 周圍去什麼的時候 其實可能其他的人 會論斷你 甚至形成一種臭命 沒有辦法可以使出 人的名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要保住我們的名聲 我們的說話 要守住我們的口 就算和人爭論的時候 我和你之間的事 就是我和你之間解決 不要把我和你之間的事 化大和拖其他人下水 更加不要把我和你之間的事 周圍去和人說 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不會帶來幫助 不只 反而會有算自己的名聲 而名聲是一個很重要的神 很看從 人也都應該看從的 一個美好的特質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們是得不償心的 好 我們再看十一、十二節 我給你一個題目 就是 《書畫合意便是美麗》 這個就很明顯了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兩對金句 將它畫起來 一句話說得合意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之旅 智慧人的見解 再信從人意中 討著金耳環和精金的裝飾 即是說 一句話說得對的話 就感上天化 一句話說得有智慧說得好的話 帶來的是美好 是美麗的 所以一句話說得好 就如金蘋果在銀網之旅 如果有一個純銀的網 已經很漂亮 順便再加一顆 即是 中金的蘋果下去的時候 嘩 這樣就不得了了 難怪今天很多人都很喜歡蘋果 智慧人的圈戒 在信從人的耳中 也都好像金耳環和精金的裝飾一樣 但這裡有一個大詞 是一個大詞題 智慧人的圈戒好不好呢 美不美麗呢 在乎聽的人 是兩個信從的人 如果你知道那個人是一個智慧人 他所說的說話 你又願意聽 然後願意跟的話 這件事就會很美好 他就會好像金耳環和精金的裝飾一樣 寫人美麗 有氣質 尊貴 但問題就是 那個核心在哪裡 核心就是 這個人是否願意聽 如果這個人是一個願意聽智慧的教導 能夠改自己的行為的話 這些智慧的教導 對於他來說 就好像將貴重的首飾 會帶到自己身上的樣子 獻出那份高雅 獻出那份美麗 這樣上可以再添花 但如果那個人不是一個這樣的智慧 不是一個這樣順從的人的話 那就是相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兩方面 一方面 對於我們普通人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去聽智慧人的圈戒 提點 對於智慧人我們也要分辨 那個人是否真的一個能聽的人 如果他是一個能聽的人 你的說話 就會好像精金的裝飾一樣 帶在他身上 愈化加添他的美麗 但如果他不是一個能聽信服的人的話 作智慧的人 我們不如不要說 因為他不會懂得欣賞 反而會相感情 我們再看十三到十五節 忠信溫柔的別高聲 忠信的使者 叫猜他的人心裡書牆 就如在修國時有冰雪的涼氣 空垮贈送禮物的 好將無語的風雲 幸上忍耐可以勸動君王 又和的攝頭能截斷骨頭 剛才萊蘭師傅也分享過 忠信的使者 忠於人所託 你有忠信的話 使猜你的人心裡書牆 就如在修國時有冰雪的涼氣一樣 即是說 如果我們是為人做事的話 我們需要有忠信 忠信是最重要的 忠信也是權柄最體重的 如果我們將一件事交給一個人做 那個人是否一個忠誠的人 其實這才是關鍵 這個就是我以前都交了不少的學費 其實當我們做老闆做權柄的時候 我們找的同工 我們找的員工 最重要的是什麼質素 其實忠信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忠信的話 他多厲害都沒有用 我寧願請一個人 他不是很厲害 但是他忠信 因為忠信的人 他會跟隨你 而且他願意學 他通常忠信的人都是謙卑的人 他不需要很厲害 因為你可以教他 但是如果他很厲害 但他又不忠信的話 那就更加糟了 因為他隨時會反 隨時會做一些出賣公司 出賣你的行政 所以我們作為一個在下的人 忠信很重要 當然我們再上位的時候 我們都要問忠信的人 這樣的合作關係才可以長久 他說空談贈送禮物的 就好像無語的風雲一樣 通常忠信的人說話都會很實際 他做到他就說聽做到 做不到他就說聽做不到 行就是行 不行就是不行 就不會是那些 說天談無敵 做就有心無靈 或者說的時候 說到天花龍鳳 但是你要他做的時候 他人的失蹤 就去到哪裏 這樣的人就好像 這個就叫空垮 爭送禮物 就好像無語的風雲 有些人很懂得套好你 很懂得送禮物給你等等 就是不懂得套你 但這些東西其實是虛無的 我以前自己做生意的時候 都是一樣 我經常都跟那些下屬說 就是不要擦鞋 擦鞋是不合理的 忠忠實實 好好做他們手上的猜視 我們一定會看得見 如果你是言語上 在那托大腳 擦鞋 是沒有用的 我們不收這一套 好 所以 幸上的忍耐 可以勸動君王 誘惑的舌頭能截斷骨頭 所以 在權兵的面前 我們要懂得忍耐 這個忍耐的意思 就是說 我們要有方存 我們要有分存 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說 什麼時候不應該說 事後未到的時候 忍住 不要說 事後到的時候 君王真是 我們的權兵 不能夠聽的時候 我們才要勸他 不需要在權兵 人都還有情緒 在他已經發火的時候 你在火上加油 你跟他對著幹 就沒有口下場 你能夠進退之方釋 能夠忍耐 尋找適當的時機去提電 這個就叫自慰 柔和的舌頭能截斷骨頭 溫柔才是無敵的武器 你不需要和他鬥大聲 你不需要和他鬥著 你覺得自己是忠實的事 所以就要死鑑 死鑑到最後 當然是死的 所以這個真正的智慧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懂得 用柔和 用溫柔去勸鑑 這個對姊妹特別重要 姊妹可以將她 highlight她 你的老公無論多硬正都好 她最怕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溫柔 你一溫柔 你的丈夫 無論她幾個英雄蓋勢 她都會截腰 但如果你和她鬥硬的話 男人都有點衰 即是不抵得頸 你和她鬥大聲 你怎會大聲得過她 你和她鬥大 你怎會大聲得過她 但你一用溫柔 你就可以得出她的心 所以有和 能夠截斷骨頭 就算她有多硬頸 都會給你 能夠佔服我們 好 修律師 自己零零零零一節 你得了蜜 媽 只能吃夠兒耳 恐怕你過飽就嘔吐出來 即是人要知足 如果你得到好的東西 得到蜜 夠就可以了 就算再多 你都消受不起 是不是 我們經常都說這句說話 就是 你人需要許多的東西 不過是晚上這一張床 你這張床需要多大呢 我給一張好像足球場 那麽大的床給你 你睡得了嗎 是不是 夠就可以了 所以這也是 當我們人生要有智慧的時候 我們要懂得知足 因為過多的人 其實都是沒有意思的 好 然後我們看十七到二十段 二十節 你的腳要少進輪舍的架 恐怕它厭煩你 恨護你 再加健正無害輪舍的 就是大隨事 你都是快戰 歪難時已靠不忠誠的人 好象破壞的牙 錯骨房的腳 對傷心的人 唱歌 就如冷天脫衣服 又如簡上倒燥 什麽意思呢 這裏是說 人與人之間 人倫相處的智慧 人倫相處的智慧都是一樣 第一 你的腳要少進輪舍的家 恐怕它厭煩你 恨護你 有些人很有趣的 恨熟乃熟 錯誤地判斷自己和對方的交情 所以常常去別人的家 你去得多 別人都會厭煩你 恨護你 但他可能口裡沒有說出來 所以我們不要做一些 煩擾、纏擾人的人 就算你和他的關係幾好都好 不要纏擾他 偶爾適時的關心 適時的表達 就夠了 但不要過分的潛磨 過分的潛磨 其實本來有好的關係 都會給你耗盡 你想想 如果我是你的朋友 我不知進退 以為跟你好朋友 天天走來你家吃飯 頭頭你都會覺得很開心 多個人聊天 如果天天都來的時候 不分層的場合都來的時候 你定不定得順呢? 你也是定不得順的 好 作假見證 無害輪舍的 就是大隨事 令到是快戰 傷人 千萬不要做假見證 陷害你的輪舍 因為是傷人 這種傷害是難以收保的 所以我們不要做這些假見證 要誠實 特別是對我們的鄰居 怨親就不怨靠 對嗎? 彎牙是依靠不忠誠的人 不要像破壞的牙 錯骨防的腳 所以那些不忠實的人 不要跟牙相處 因為如果你依靠牠的話 牠就好像爛牙一樣 爛牙 大家都知道幾辛苦 牙痛慘過大病 有一次錯骨防的腳 即是你的腳如果搞柴 你就知道那個感覺 搞柴之下走路是甚麼感覺 有些爛牙的時候是甚麼感覺 依靠那些不忠誠的人 特別在患難當中的時候 感覺就是這樣 當然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身邊有沒有一些不忠誠的人 還是我們身邊充滿忠誠的人 這就是我們的智慧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遠避不忠誠的人 與忠誠的人做朋友 所以我們是要懂得選朋友 當你選對朋友 在患難的時候 這些朋友就是可靠的朋友 但是你選不對朋友的時候 遇到患難的時候 你就會好像這兩個這樣 我人生最大的失敗就是 我以前做生意的拍檔上面 選錯了 所以在我的舊公司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錯誤 所以到我24小時之內 我見得一無所有 所以真的選擇朋友 選擇是否忠誠可靠 行事是否穩陣 這個很重要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發覺 我們會教人生很大的功課 我以前真的發夢都沒有想過 真的幾十億的資產 可以24小時之內全部被蒸發了 只不過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但這個決定是我一個拍檔做的 但我們所有人都不知道 他自己一個人做了這個決定之後 就是將整間公司 讓他化為烏有 所以真的找忠誠可靠的人 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 接著就是20節 所以對傷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絕衣服 又如簡上倒掃 所以人與人的應對都非常之重要 人與人的相處都非常之重要 我們要明白了解對方 對方的傷心 你就在他面前唱歌 就像冬天的衣服一樣 很辛苦 很不舒服 又如簡上倒掃 簡直是簡性的東西 你將酸倒下去的時候 那就沒有用了 所以你對著一個傷心的人唱歌 根本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需要的不是唱歌 他需要的是你和他有一個同理心 你能夠明白他的感受 一個人在傷心的時候 其實未必需要我們說什麼的說話 來鬥他開心 反而你和他一起哭一場 他就舒服了 這個也是夫妻營女朋友常常做的意思 就是我們要明白對方的感覺 同理心 人與人之間相處 同理心很重要 所以這段十七到二十節 告訴我們我們要同理心 我們要選擇可靠的人 當然我們也要成為可靠的人 而且我們要懂得進退 因為與人相處 才是一個真治運 我們再看二十一、二十二節 要以善去報惡 這個仇敵要餓了就給他飯 要喝了就給他水渴 因為你這樣行 就像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也會說也必賞致你 這個很多人都明白 不要以惡報惡 要以善報惡 我們明白 但是我們做不到 做不到是因為我們沒有了後面 後面是什麼呢 你這樣行 就像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 也會說也必賞致你 就是我們的眼光 我們的焦點放在神的上面 只要你的眼光焦點放在神的上面 你才可以做到以善報惡 要不然你會心裡紛紛不停 你會覺得咬頭 但是如果你真的把眼睛的焦點放在神上面 你就會發現我可以以善報惡 為什麼呢 因為有神 人看不見 神看得見 人不會伸張到正義 但是神必定伸張 而且呢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不是要做在這個人身上 我是要為神而做 相信神必報答我 那他說 整個動機和力量就不一樣 但是呢 這個聖經就告訴他 你放心這樣做 因為要說 必賞致你 我們不是看這個人 多壞 我們是看背後的神 這個人就算再壞 都是神創造他的 所以我不要因為這個人 去扭曲了我自己 裏面的人格的個性 這個功多 就是我在張牧師身上學的 張牧師在溫华博會 那麼辛苦的時候 其實呢 很多東西就是要扭曲他的價值觀 扭曲他的人的本質 但是呢 今天我們看到張牧師 你要知道 羅爾塔會很近距離接觸牧師 他經常都說 牧師是單純的很重要的 其實呢 就是在這些所有事情上 他都是持守他那份的單純 講明他 張牧師是很容易騙的 如果大家有他的時間 手頭緊的話呢 只要你演技有些 也不用多 其實你演技之外有三分 就已經夠了 他經常都被人騙的 以前的北角碼頭也是 在附近 有一次他回來跟我說 哎呀我剛才看到 那個人很可憐 他被人爬了錢包 然後呢 他說他老闆會下來救他 看他的味道 他說這幾天沒有飯吃 那我說 牧師 那你給他多少錢 沒有啊 我剛才給他二千元 他說那他老闆幾時下來 他說過兩天 我說 阿張Sir 忍著叫他張Sir 那過兩天 他老闆就來了 需要二千元這麼多 然後牧師的媽媽 他說 對呀 那為什麼會是 你給他二千元 不是啊 我打給他人 他看見我裡面有二千元 一二千多元 他就問 可以借二千元給他 他拿了我的電話 他說會打給我的 然後他說 牧師 你信不信我和你輸到 他是不會打給你的 第一 第二就是 現在我們再出去找他 他可能還在附近 他還在問其他人 不是啊 這樣 所以你就知道牧師 現在多麼容易 但是牧師後來告訴他 他說 不要緊 我幫了他 神是會紀念的 如果他是欺騙我的 神也是會審判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有需要 而我沒有幫到他的話 將來耶穌問我 為什麼不幫他的時候 我不是大件事 這樣 這個就是牧師心裡面 那一刻的大件事 他這麼多年來 都是這樣的 所以到今天 對 他不是中文 所以他真的很好硬 好了 Facebook上的朋友 怪不怪我 告訴張牧師 好了 雖然這個是公開秘密 我們看二十三到二十五節 有智慧不爭吵 不風生雨 以殘暗的人的舌頭也身怒容 寧可在房頂 房頂的角上 不再寬闊的房屋 與爭吵的父人同鑽 有好消息 從遠方來奏 月牙涼水 吸口渴的人學 這個就是 有智慧的人 就要避免爭吵 不風就會帶來雨 所以那些殘暗的人的舌頭 也都會帶來憤怒 所以我們要留意我們的舌頭 我們一個有智慧的人 不要輕易跟人來爭吵 第二十四節更重要 寧可在房頂的角上 不如在寬闊的房屋 要爭吵的婦人同鑽 如果有一個爭吵的婦人 整天好像遼家叫 整天都要和你吵 整天都要叫 那個男人的老公寧可 寧可住在天棚 自己搭一間老女 好像露宿那樣 都不願意在房屋裡和她同鑽 所以這個也有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不要成為一個喜歡爭吵 喜歡和人鬥聚的人 有好食同乙方來 就好像拿糧水吸口渴的人 當然好消息我們沒有辦法自己去製造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其實我們的說話 還要為人帶來盼望 就算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 我們可以選擇怎樣去表達 我們的表達常常帶著盼望 常常帶著希望 讓人有出路 這樣就好像有糧水給口渴的人一樣 其實說的都是我們的言語 我們的流心 我們的言語是怎樣 巴拉子不要和人爭吵 我們的言語要為人帶來好消息 為人帶來盼望 這樣的人是有智慧的 好最後二十六到二十八字了 異人在愛人面前退縮 好象唐運之傳農眾之者 是勉過多事不豪的 考究自己榮耀也事可厭的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象毀壞的成一 勃有長活 所以呢 我們要知道盡退 異人呢 你要知道如果你是異人 你是在公義之間的時候 你這份的公義就不要退縮 因為如果你在這個公義裡面 你退縮的時候 就好像那些水被混濁一樣 就是正義的真正的事實 沒有辦法顯明出 當然我們不退縮的意思 不代表我們就要用怒氣 或者血氣 而問題呢 我們的立場要堅定 就像剛才羅伊特師傅所分享的一樣 我們的人可以很溫柔 但是我們的立場不可以搖擺退縮 否則的話 其實我們沒有辦法帶出那個公義 在我們當中 食物過多是不好的 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的 蜜糖吃得多會厭 會肚子 所以蜜糖吃得過多 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所以整天考究自己的榮耀也是可厭的 即是整天自己稱讚自己 自己留心自己的榮耀 其實這是一個驕傲的表現 這種表現也是不好的 因為人其實是看得出的 人是會感覺得到的 這樣的人呢 帶來的不是真正的榮耀 這個驕傲 其實呢 只會帶來人背後的議論 以及人看不起你 所以人如果不制服自己的心 就是像毀壞的成一 沒有長緩一樣 我們如果不懂得制服自己的心 就是像一個沒有防備的一樣 所有的雜質 所有的世界的思念 都會進入去我們的當中 所以我們要學會制服自己的心 我們要學會有分寸 要以智慧為家 要以智慧為場 要以智慧為我們的成一 保守我們的心 不要落在這種無知的驕傲裡面 所以你看到這篇整篇的針言 在這裡教導我們 如何作為一個智慧人 我們的心很重要 我們的口很重要 我們的分寸進退很重要 當我們懂得這些東西 當我們了解這些東西 再加上我們有一個 能輕信服的二代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你的人生會很美麗 你也不需要害怕君王在上的權力 對你怎樣怎樣 不需要去測量他們的意圖 不需要去討好他們 因為神必定與你同在 你的人生必定是蒙福 並且是開闊的 願神的話語 你要幫助祝福我們 請在喊醒 請你讚美 你是本人之為的神 請你最謙的神 請你呢 要你解真真的時候 我們要將榮耀做讚穆給你們 主要我們 如果托我們的大狀態 在我們的生命 在我們的城市裡面 有大大的將來 等我等幾個關卡鐵空 看見神地的輪廈 等我沈開的雲中 星辰在天 看見神地的座位 在每一天 記憶的星辰美好 在每一夜 在現實裡的座位 多麼奇妙 多麼美好 你的手下將 萬物的人看見 你在中美麗的世界 多麼奇妙 多麼美好 你的手下將 我一順天使 一起來賞美你的名 等我抬起頭 等我抬起頭 觀光天空 看見神地的荣耀 等我沈開雲中 星辰在天 看見神地的座位 在每一天 在每一天 幾個星辰美好 在每一夜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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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奇妙 多么美好 你手刷着 万物都看见 你走着美丽的世界 多么奇妙 多么美好 你手刷着 多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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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开心去掌握我们的书 他是圣经我孩子的生活 他满有智慧的生活 Zither Harp 以后一秒许你先 多么美丽 你面对我 多么美丽 整海后面飞过 手永远 而村内面没听见我 虽然一样 你没看见思维 虽然一样 你对你不想 如果能留心 你先 多地雷 光自主 在天上遇 陪我这些走巧 如你õ连 � explain mü 但是有档明前 Half분 每个月 放射前 只 Pierce 这下人贲め agora 你看 多么美丽 但全天 赶草 这下人贲着 无世界 全天 pbre 这下人贲着 Met 如果痛描述你事都给你 祈祷再把人演唱 神太后的费路所领练 而从内境被震见过 谁能表达你保护的智慧 谁能找到你被爱的留守 如果痛描述你事我给你 如果痛描述你事我给你 你会遇见过 在你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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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遇见过 所有忠贞